全球摔而不落的三个国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历史上曾经有三个国家升级一时 不过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也升级必摔,从巅峰跌落 不过俗话说收拾的骆驼比马大 事实上他们如今依然很强大 英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英国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曾经称霸世界接近200年 被誉为日不落帝国 同时英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英国自崛起开始,击败了很多强大的对手 荷兰、西班牙、法国这些在欧洲大陆上赫赫有名的国家 都曾经被英国打败过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也有参与 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走在世界的前列 英国还出现了历城市化现象和再工业化现象 英国靠着自己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称霸世界 虽然本土面积只有20几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国三个重庆市的面积大小 但是,当时这个庞大的超级帝国 控制了世界上3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 和4亿多人口,全世界超过30%的经济总量 堪称一个巨无霸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给英国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德国在欧洲战产上势如破竹 虽然德国没有能攻克英国的本土 但是,长久以来的封锁和漫长的战争 也让英国损失惨重 经济实力大不如前 世界霸主的地位也被美苏两国取代 二战以后,随着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相继取得了独立 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随之崩溃 如今的英国只剩下24.4万平方公里的本土 以及少数面积非常小的海外领地 让人感觉英国仿佛是真的衰落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的英国依然是衰而不落的大国 比想象中要强大 英国凭借着在二战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依旧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是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虽说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崩溃了 但是英国依然拉拢着绝大部分的殖民帝国家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英联邦 英国对这些国家还拥有着 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力 它依靠强大的工业基础 经济规模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同时英国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在小国林立的欧洲 更是一个大国的存在 在文化软实力方面 在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中 有三家都来自于英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很多 第二个衰而不落的国家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前生是超级大国苏联的一部分 二战以后苏联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他们两个都是超级大国 谁也不让谁 冷战的差不多半个世纪 在苏联最强大的时候 整个西欧都要畏惧三分 因为西欧合在一起也不一定斗得过前苏联 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不复存在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的国土和军事力量 前苏联庞大的核武库 以及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 航空航链技术 都传承给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还是世界军事大国 虽然经济实力一般 但是俄罗斯高达1709.8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 也让所有的其他国家万成莫及 它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例如煤炭、铁矿、金矿、石油、天然气等等 发展潜力巨大 如今的俄罗斯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家之一 国际地位显赫 所以它算是不折不刻的率而不落的国家 第三个率而不落的国家是日本 二战之前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了世界强国 二战日本战败以后 却搭上了美国高速发展的列车 得到了美国全方位的帮助 所以辉煌的时候 日本的经济总量甚至已经达到了美国70%的水平 日本人还自豪的说出口号 说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虽然稍显夸张 但是也可以看到出当时的日本有多么强大 然而成言美国 代言美国 美国通过广场协定等手段迅速遏制了日本的发展势头 最近几十年 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原地踏步 然而这依旧没有改变日本强国的地位 如今日本的经济总量依然有5万亿美元 人均GDP依然是4万多美元 虽然不如美国 但是依然很富裕 而且经济总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位于世界第三 日本在半导体 机械以及医疗教育方面的实力 依然非常强大 日本的汽车更是卖到了全世界 日本也是世界上拥有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之一 那么大家觉得世界上帅而不多的国家 还有哪一些呢 欢迎评论留言 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